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用Python玩GTL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主题 工程结构讲解 我给您讲解一下 我的这个工程是怎么设计的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工程目录的设计 是这样 咱们用Python来开发一个项目的时候 咱们不可能说 把所有的Python文件都放在一个目录项目 对不对 那么咱们需要有个目录规划 那么我是怎么规划的呢 今天会给您讲到 另外 咱们让老崔再绣出更多连贯的动作 什么意思 咱们上一期让老崔动起来了 对不对 但是呢 是有一些问题的 什么问题 一会儿我也会给您讲到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先看一下我工程目录的设计 怎么设计的 大家请看 我这是一个根目录 没有问题 这根目录下有几个文件夹 第一 AID 这个是存储着 我所有的工程详细处理的文件 没有问题 接下来 Lesson01 02 03 这个是存储着我每一课的课件 接下来还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playBAT 一个是playPi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咱们整个工程的启动函数 是这样 咱们不管是做咱们GTA的项目 还是咱们做其他项目 咱们都会有一个启动文件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是闷函数 启动文件 好吧 咱们马上打开工程部落看一下 这个AI LEAP 没问题吧 在AI LEAP下有一个play 没问题吧 在play 咱们看一下 play其实这个playPi里面什么都没有 尽管是调用我当前要给你讲课时 然后把它运行起来就可以了 BAT今天是拍一下这个play 这两个文件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咱们控文件夹 大家请看 有三个文件 这是Direct Input的T文件 这是Hilo 这个是咱们主人公 我给他面向对象的一个设计 叫做Hilo文件 然后这是一个 所有课程都会用到的一个 共同的处理文件 就是三个文件 然后下面 这是课程文件夹 以后我每课的文件代码 都会放在这个部分下 有三上线的R203 或今天的R204 都会放在这个地方 好不好 OK 这就是我简单的工程目录设计 但是注意 咱们启动函数 或者说启动文件 一定要放在 这个Aileam的根下 如果说我把这个启动文件 放在Lesson里面行不行 不行 那样的话 会找不到 COME下面里面的 所有的文件 好吧 这是python出于安全考虑的 一个设计 OK 这个咱们先少许 好 工程目录讲完了 接下来 咱们看一下 如何让老崔 秀出更多的动作 好 咱们先看一下 上一期 上一期 咱们演示了老崔 跑跳投 对吧 都可以 但是大家请看 这个是上一期的代码 有什么问题 大家请看 我是一个走路的函数 然后呢 传进一个参数 让他走五秒钟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按下W键 这样老崔会往前走 对吧 然后呢 我这地方 大家请看 比如说这地方传进来 是5 让他走五秒钟 那这个地方呢 会让系统睡五秒钟 这时候老崔会往前走 对吧 然后呢 五秒钟之后 松开W键 这样老崔就停止 他不走了 对吧 乍一看 这个代码是可以的 有什么问题 大家请看 这个代码是单线程的 有事说 当老崔往前走 按下W键的时候 系统在处于等待的状态 他不能做其他的 比如说 老崔一边走 一边向左转 或一边向右转 一边掏枪 这都是不可以完成的 所以说 上期咱们这个逻辑 进尸给您演示一下 如何移动老崔 那么如何让老崔 更加连贯的移动呢 今天我把代码改造了一下 大家请看 改造成这样 就是这样 上期所有代码 包括这个走 跑跳投 我都改了 我给您举个例子 所有的函数改法都是一样 怎么改 大家请看 我传起来一个动作参数 然后默认者等于1 1是什么 1是按下W键 开始往前走 对吧 如果参数action等于1 那么就按下W键 相当于老崔往前走 那么如果传来参数 不是1的话 大家请看 就停止向前走 我就松开 是这样 就说我这样设计来保证 我在外围来控制 我什么时候按下W键 但是我没有设 一定的时间 对吧 时间在哪设 在外面设 就不在这个函数里面设计了 这样来保证 老崔在往前走的同时 咱们还可以让他往左拐 往右拐 让他跳跃 都可以 对吧 所以我今天开始 采用这种设计 以后代码 我都会采用这种设计 OK 接下来是咱们这课的 第四课的启动函数 大家请看 怎么启动的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这做了一个时间判断 就是说当这个程序启动起来 我会判断一下时间 当它第一秒的时候 大家请看 实际上这个代码 我不在这个屏幕上打出来了 您可以读下我的代码 来理解一下 其实非常的简单 不是很难 如果说我的代码 大家理解不了的话 没关系 给我留言 我会给您讲解 大家请看 程序启动后 当第一秒的时候 老崔开始往前跑 当第三秒的时候 老崔向左转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老崔还在跑 也就是说 老崔一边跑 一边向左转 完成了 然后第四秒的时候 向左转停止 第五秒的时候 老崔向右转 第六秒的时候 老崔向右转 也停止了 第七秒 我什么都没做 怕死 第八秒 让老崔跳一下 这个时候 老崔还在跑 还没停 对吧 然后第十秒的时候 大家请看 老崔才停下来 不再跑了 然后呢 同时老崔开始往前走 第十二秒 怕死 然后第十三秒 大家请看 掏枪 咔嚓 把枪掏出来 对吧 这点我为什么传的八 是因为 我相当于按下键盘的八号键 掏出一把枪 好吧 然后呢 第十六秒的时候 收枪 我这传的是一 收枪 相当于咱们出拳 相当于是设置为拳头 就是收枪 对吧 然后第十八秒的时候 大家请看 停止走路 并且向后转 然后第二十二秒的时候 向后转 停止 第二十五秒的时候 整个程序结束 然后我整个 这是一个 大家请看 这整个这是一个 while true的循环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死循环 那么 让它等于二十五秒的时候 它会跳出这个循环 对吧 然后这个循环 大家请看 这个位置 每隔一秒钟 执行一次 可以吧 OK 就这么一个 简单的逻辑 通过这个逻辑 咱们让老崔可以看到 既让它跑的同时 又可以组合 做一些其他动作 好不好 咱们试一下 OK 这边这天天已经黑了 是吧 稍等啊 我让老崔 找个好一点的位置 这是老崔的家 好 就这位置吧 大家应该能看清吗 我找一个有路灯的地方 好 就这吧 咱们试一下 今天代码呢 我已经放到这个位置 L04 这就是刚才逻辑 没有问题吧 然后在play里面 咱们去play一下这个L04 让它运行起来 好 咱们先扫去 马上开始 这车很危险 注意看 go 好 在开始跑 同时 同时可以向左转 然后又向右转 它还在跑啊 没有停哦 跳跃 没有问题 开始往前走 掏枪 没有问题 收枪 没有问题 向后转 结束向后转 没有问题吧 所有的动作是一气合成 OK 那么这就是牵扯到 你们今天说的一个问题了 在咱们设计老崔动作的时候 一定千万不要用这种 系统等待的这种 Sleep的方式进行设计 一定要把这个 按下键和抬起键呢 设计成两个模式 然后咱们在总外面的循环中 来控制这个模式才好 OK 这就是我今天这课程 要给您讲的 我主要代码的修改的地方 希望您能够理解 如果您不能理解的话 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来讨论 好吧 OK 那今天的代码就是这样了 咱们在下期再见咯 拜拜